中法官營養處駕鐵花道路工庭 第二標南北方工庭 在經過五次流標後 在這十七號上午 由管長王妃美頂人主持黨工儀式 以及在立空二十四年七歲問完工 到時候 中串連六港水五金地點區 以及中法市大部在水高 達成一條中百塊這道路 管長王妃美主持開工黨土儀式 三個營養處駕鐵花道路工庭 最愛的關鍵 在這六標國客 經過檢討後 第二標南北方工庭 以及在八十三年七月完工 這一標是我們最後的一標 特別謝謝中央補助我們六億三 彰化縣政府自己也拿出了三億多總經費 是九億六千萬的一個經費 來做我們的養殖措施 在頂帆婆的這個路段 那這個路段銜接起來之後 以後我們從彰化市 直接到我們台十七線 或者直通就可以到我們的 彰兵工業區 縣西工業區 所以這一條可以說是 加通了我們東西向 我們北彰化的一條 非常重要的一個廊道 那特別是經過頂帆婆這邊 又有一個這個 頂帆婆水五金的一個聚落產業園區 那未來我想它的繁榮是直日可待 六港頂帆在地大根式 電風民的代表 鄉親都很吉台 上次未來就完工之後 頂帆會更加發展和經濟歡迎 交通到哪裡 電風發展到哪裡 又配合我們田園生產巨貨 整個道路的規劃 所以說我們中安部這邊 這個度市價位就是直日可待 希望說我們這裡的鄉親 可以說是大家非常非常的 中心 也非常 可以說是在開 社民會的時候 我們管政府就表示說 將來不必一場社民會 這麼平順 這麼和平 這就是因為我們頂帆部的人 可以說是大家非常的團結 為了這條道路 大家都不計犧牲 就是要把我們這條道路來完成 我相信說 完成後我們頂帆的 經濟發展經濟歡迎 上次很頂帆 也替年外出家 天花道路第二標 南北港町 當初期發展類 帶來流的氣氛 完工之後 會來帶動 電風水五金三亞發展 讓電風三亞經濟發展 也會來搭著一條 中間看著道路 到中華新聞林貴英 六江財航報道